好 主播各位觀眾 趕快帶您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海軍3月9號一連爆發兩起 重大軍械疏失的意外 那麼先是校準部所屬的龍泉新兵 訓練中心一把.45手槍 被換成了模型槍 陸戰隊99旅在卸彈檢查的時候 又發現短少了T91步槍槍擊兩件 國防部長邱國正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他氣憤的講到一定會讓有人 掉腦袋沒有話講 一起聽看怎麼說 怎麼會有那麼樣膽大無知 就是莫名其妙的幹部 尤其是位階不低了 你看一個營長以上位階不低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跟委員報告專案處理以後 我會辦很多人 而且這個辦 會辦很多人 叫他掉腦袋沒有話講 那麼可以聽到呢 國防部長邱國正是講調了 這不是遺憾而是痛心 他也要求現在各部隊都要來清查槍械 絕不允許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最讓我毛骨悚然的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記一下 請記一下 請記一下